但是都是看著聯署局 怎麼看美股的調整是否也會繼續呢 我想美股就預計了一個 沒有說是否調整 我想波動性或者這麼大的波幅 可能都會保持到第一季 之後才慢慢會縮小的波幅 因為始終其實過去這幾晚大家都很有趣 除非你不睡覺 但是如果你每晚都有正常時間的睡覺 突然去看整個美股是另一個畫面 永遠都是昨晚又在升的時間 今次的時間都沒有了 前幾晚跌的時間突然升上來 就是永遠都是這麼暴躁 如果有些人會喜歡這樣 覺得很好炒的 但是如果美股一直不是做一個很即時炒作的話 這幾晚其實是挺嚇到大家的 而且真的過往是沒有見過 連續這麼多晚上都是這樣的 其實是很少的情況 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 大家仍然對聯署局 因為我想你說地緣局勢那邊 這個就一來沒有得完全去估計 二來其實我想這個影響性都相對是短暫性一些的 因為其實你說現在有沒有嚴重度 大家覺得真的會去到開火 或者像以前那樣打仗打很久呢 我想現在這個年代一定不會 所以這些因素其實相對短暫一點 反觀就真的很明顯是聯署局那邊 影響整個美股的表現 因為如你所說 其實大家永遠都不知道想怎樣 暫時都不清晰了 因為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就算你說加多少次好 或者加沒有那麼多次都好 如果你說出來是很明確給大家知道的 其實我想對市場不會那麼暫時震盪的 大家最忌諱就是不知道 因為正如如你所說 本身以為日前的議席會議 雖然動作就預算了 不會有的了 但是想著在那個會議後 都可能在巴威爾身上拿回多少啟示 今年是照舊之前加可能三次四次 還是會再多些 還是怎樣呢 其實它又沒有說得十一實 但是它沒有十一實得來 它又有少許嚇到大家 可能有機會每次都加 所以我想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現在都沒有摸清整個底 變相剛才提到就是 可能真的要等到三月份 因為三月份很關鍵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收了水的了 然後就一定是基本上加息的了 剛才說到也有100% 但是問題就是 那一下究竟是加50還是25呢 這個我想大家第一次要等的地方 如果你說起碼第一下清晰完之後 我想慢慢會之後再理順 就是今年最終要加多少次呢 這個是比較會好一點 所以可能預算到第一季之前 其實整個美股都會比較大的一個震盪格局 所以我覺得就要小心一點 但是當然你說整個美股過去 最近累計跌了這麼多 那久不久有些反彈其實是不期的 但是剛才提到的 起碼第一季都這麼突然的時間 就完全沒有 因為這些反彈 就覺得這個美股沒有事先 我覺得現在的美股 跟你去年 前年 過去的幾年 每一次跌下來有些不同 因為起碼過去這麼多年跌 你看到這裡是彈得上來之餘 更加是破了領 但是因為當時是水浸了 就是在說多水 量寬無限量寬無限QE 但是今年就很明顯不同了 在說一個收水年間適年 或者是縮表的一個可能開始的時間 所以在資金的取態上 會是明顯地審慎了 所以我想今次跌完 可能會有彈下 但是不要覺得會破頂 或者是有一個很高的上升空間住 所以我想在報酬上說 其實是需要先小心一點 我們去看一看影片先